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 奉献所有 九死亦无悔 她就是燃灯校长张桂梅 缔造了百分百上限率的高考神话 做到了为党欲人 为国欲才 可就是这样一个伟人却被网友质疑极端女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期就和圈圈一起看看吧 2021年6月29日 一位首缠绷带步履蹒跚 有些瘦小沟楼的女人 在李小姐的搀扶下 颤颤巍巍地走进人民大会堂 结果七一勋章时 她的名字才被大众熟知张桂梅 1957年她出生于黑龙江省母南江市 长大后的张桂梅跟随姐姐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她早年丧母 青年丧妇 中年丧妇 就是这么一位农村妇女在大山深处 用瘦弱的身躯担负起穷苦孩子们上学的希望 把两千多位贫困山区的女孩送进大学 缔造出百分百上限率的高考神话 而能有如此成绩的背后 使她自己因为操劳患上二十多种疾病 每天都与止痛药为伴 因此有人劝她要为自己身体考虑 难道为了学校命都不要了吗 但张桂梅却说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因为我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这是伟大而不自知 张桂梅改起了两千多名女孩的命运 让她们有了学习知识的权利 培养了她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同时也给了她们念大学的机会 但张桂梅却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 而她做的事情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因为人们已经逐渐忽略了 在这片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土地上 女子受教育权的历史不过仅有百年 也忽略了在落后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 在2020年华评女高 仅有159人参加高考 但其中600分以上的学生17人 一本县以上的学生70人 几乎占了全校学生的一半 而理科最高651分 文科最高619分 在如此艰苦的教学条件下 张桂梅能有如此成绩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但是她的付出也是令人心酸 张桂梅的成绩有目共睹 对此华平县教育局党委号召 全县教职工和人民向她学习 师德标兵 金国建功标兵 优秀教师等重大荣誉 纷纷落到张桂梅身上 可是张桂梅面对这些奖赏 自己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自己的课堂上不断消失女生 女孩读着读着消失在课堂中 张桂梅本以为是自己的原因 所以就准备前往学生家中道歉 可是当自己走进大山后 才发现十几岁的姑娘 竟然已经被家里人嫁出去了 这让她想起了自身的经历 出生时家里已经有八个孩子了 因为她是女孩子 出于老旧的思想观念 父母本打算将她送人 是几个姐姐的坚持 她才没有遭受送人的命运 所以她清楚地知道生而为女的无奈 同时也让她坚定了 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低素质母亲 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 为此患有小脑萎缩 在平地都摔倒的张桂梅 走遍了丽江市的一区四线 走了11公里的家访路 也走进了1300多名学生的家中 展开了一场与大山抢人的大战 与此同时 办一所免费女高的想法 在张桂梅心中生根发芽 但是在当时教育资金和教育资源 极度匮乏 这是一个疯狂又不切实际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疯狂不切实际的想法 张桂梅带着自己所有的荣誉 到闹市进行募捐 可让她没想到不仅前面要到 反而要了一身的鼻涕 口水 慢骂 甚至还被一些人放狗咬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她坚持了五年时间 最终她心中萌生放弃的念想 可是当她通过家访了解到 自己的一位高三学生 被家长留在家中干农活 而那家的小儿子上初二 就被家里送到县城去读书 于是张桂梅便询问家长 你的女儿高三了 马上高考了 你为何不送她去补习 反而去送你儿子到县城补习呢 家长的回答让张桂梅眼前已黑 因为她是儿子 所以从那时起 张桂梅便摒弃放弃的念头 决定就算再难也要扮女高 梦想照进现实 女高得以建设 但是过程却艰难曲折 2007年 张桂梅被当选为党17大代表 在前往北京开会的途中 身穿破洞补丁裤子的张桂梅 被新华日报的记者林洪梅关注 两人互相吸引便有了促膝长谈 从傍晚聊到深夜 边哭边聊边聊边哭 于是第二天 一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报道出现 同时也火遍全网 得知消息的相关部门 拿出200万让张桂梅建设女高 2008年8月 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正式落成 可是就在女高建设的半年后 女高就面临崩溃的危机 因为简陋的办学条件 仅有1457元的极低工资 却又高负荷的工作节奏 让很多来到女高的青年教师 心里不免打起退堂鼓 所以第一批进校的17名老师 就有9人相继申请离开 张桂梅眼看正常的教学活动 都快难以维持 便召集在校的所有党员教师 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会议中张桂梅表示 现在我们有6个党员 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 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 阵地就不会丢掉 现如今我们有6个党员 我们要把这块扶贫阵地给当丢掉 听到这里 党员教师们感到惭愧 于是他们在首会的党旗下 重温共产党员誓词 但誓词没有念完 在场的老师已经气不成声 后来老师们全年无休 每天守着学生日常作息 周末更是固定上课 正如女高客间操时的歌曲《红梅赞》中写的那样 三九严寒和索剧 一片担心向阳开 可正是这位校长的坚持 一些人认为张桂梅是极端女权 那么大家认为是不是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